本地银行贷款继续走低 2月份的银行贷款为6035亿元 银行贷款需求下滑 意味着我国经济活动正在放缓 金融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上个月本地银行的整体贷款总和 从1月份的大约6074亿元 下滑至2月份的6035亿2000万元 跌幅为0.65% 不过同去年同期相比 上个月的银行贷款额增长3.3% 2月份贷款额下跌的主要原因 是一般商业贷款和金融机构贷款下跌 商业活动减速削弱 是导致整体商业贷款下滑的主因 截至2月份商业贷款为3664亿元 同1月份相比减少了1% 消费市场方面 信用卡贷款下跌0.5% 个人贷款则略微下滑到2371亿元